好 欢迎来关心在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消息 现在正所税有一个最新的版本 现在行政院长陈冲昨天邀请了党籍立委沟通之后 现在最新的版本出炉了 是采取两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是维持股市8500点以上 是设立两个部分 一个是设算课税 另外一个是核实课税 这是双轨的制度 而第二阶段从民国106年 取消了设算的制度 回归单一的核实课税 而政院也强调这样的版本 比较可以符合量能课税